第四個節奏 今天我們講Ecosystem 第三個節奏 因為第一關是對想 即是進行 我們講Cycling of materials 無緣無緣無緣無故會講Cycling of material 即Cycling of matters 我們不要獨獨迷失了 無緣無故會講這個題目 記得一個大項目是我們在說 Ecosystem的運作 裡面有兩條 golden rules 第一條就是 Energy cannot be recycled 因為所有地球上高 太陽下來的Energy 只要一入了Food chain 最終它都會失去熱 每一個Trope Level這樣做 就算去到Decomposer 它都會失去熱 所以如果要Ecosystem 和Sustainable的話 一定要有Continuous Supply of Light Energy 第二個Rule就是 物質不可以毀滅 所以只有變形 變成另一個形態 變成另一個形態 就在生態系統內流動 所以這個就不斷加進去Energy 但Meta就可以複製 在課程中我們需要學兩個Cycle 關於物質的循環 第一個就是Cycle 這個相對簡單 有些同學說 學Cycle很辛苦 Cycling 即是裡面有很多箭嘴 我們選擇起步點更好 以及選擇地標去記 如果我學習 永遠就是 找Food chain作為起步點 在城寨一旁 幾大都先認識了Food chain 最簡單的Food chain是 就是Green Plants 和Animals 這個Producer 這個Consumer 你再弄得更複雜 只是這個細分 或者弄得一些箭嘴 即是連成食物網 其實原來動物 咬一口植物 或者動物咬動物 一口吞下去 除了Transfer of Energy之外 亦是Transfer of Materials 植物 動物 進入了動物之後 會怎樣呢 消化吸收 以及最重要 將碳變成身體的一部分 即是同化它 所以這個箭嘴 相對比較多過程 如果動物吃植物 無論如何 這就是Transfer of Carbon Carpons from Green Plants to Animal 如果獅子吃了馬 獅子吃了馬 那就是這幾步 都是Transfer of Carbon 可能in the form of Protein in the form of Sugar 好 當時有著脚點 接著你可以砌其他 複雜一點 總之固定了某個地標 在那個Carbon Cycle裏 基本上有很多箭嘴指進去 或者由那個地方指出來 都是有大量Carpons 我們通通叫它Pool 在Carbon Cycle裏 有兩個大Pools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空氣 第二個不要忘記 水體入面 尤其是Ocean 即是海洋裏面 都有很多 互相有一個Ecolabium 即是一個平衡點 如果空氣入面 以氧氧化碳多 會滲透於Ocean water 反之易燃 所以為什麼在空氣入面 如果多以氧氧化碳 其實會影響到 Ocean裏的海水質素 譬如說融化碳太多 以氧氧化碳的 它的 pH 症會改變 所以不要說海和空氣 是一個分開的兩個地方 互相有Diffusion 發生的 那些比較簡單 我們看看 這個是剛才的重點 我們先看看生物 有什麼途徑 使生物 無論是動物或植物 都好 就會將氧化碳 放入Carbon Dioxide 這個Pool裡面 找它的共同特點 會放炭出來 無論植物 動物或是Decomposer 總之Living Organic都會 這個就是 Respiration 植物 呼氣 動物 呼氣 另外Decomposer 呼氣 Respiration 全部指在這個Pool裡面 所以這三點 Animal 適用 Plants 適用 Decomposer 適用 適用 指著那個 Carbon Pool 這個就是 增加它裡面 碳的成分 好了 那這些戰爪 是什麼意思呢 動物 植物 透過什麼途徑 給了碳 那個Decomposer 呢 那就是 Organic Mentor 記得嗎 這個是 Excretion 或者是 Dead Body 或者是 他們的 Eggested Material Eggested Waste 裡面全部有碳 在裡面 總之是 Organic的東西 經過 Decomposition 即是將它 由Organic 變成 Inorganic 其實將那些 物質 由動植物 是Transfer 到那個Decomposer 那它融為什麼呢 就是 Dead Body 最後 那些 碳 在物質裡 released as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ir 剛才剛跳出來 就是 還有一個 將碳放入 空氣 這個 carbon dioxide pool 那裡 就是什麼呢 工業革命之後 做得很多 就是我們將 那些 化石燃料 三種 是吧 Natural Gas Cold 以及 Petroleum 即石油 天然氣 以及煤 拿出來 燒它 其實就是 將二氧化碳 放回 那個 atmosphere 那裡 原來 這麼多 途徑 可以將二氧化碳 放回 大氣 為何不移植越多 因為有另一個 途徑 將它吸收 我找紅色 戰具代表 在整個地球裏 最有效 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清潔出來 就是一個過程 Remove of carbon dioxide 紅色的 在做什麼呢 光癩狀 做得好 光癩狀做得好 它會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濃度減少 但如果 光癩狀做得差 譬如砍很多植物 砍在樹木 這樣就泄入了 再加上這個途徑 會燃烈的 些水量做得好 有很多 空氣內飲氧化碳 會不斷加入 結果會如何 Carton dioxide will accumulate in air 時間過去 你會發現空氣氧化碳濃度會增加 帶來一連串的效果 我們 Form 1 IS 也學過 例如 Greenhouse effect Global warming 等等 不過拉太原 我們可能會在 E2 裏再教 但基本上我們會這樣解釋 Grand plan 再問一件事 有甚麼方法救回地球 現在的溫室效應 因為二氧化碳濾濃縮 然後導致全球暖化 那怎樣做呢 其實解決方法 看Carton cycle 不多的 這邊做多些 所以綠化 種植物等等 都有幫助舒緩 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 然後降低它 另外用少些化石燃料 用少些化石燃料 用少些化石燃料 有些替代能源等等 可以令到這個 即在Atmosphere 中 Carton dioxide pool 將它裡面的濃度降低 可以減少溫室效應 和可以舒緩到全球暖化 另外 原來光合狀 間接可以把二氧化碳 藏在哪裏 光合狀之後 即是把很多年前 植物 或者光合狀的生物 可能地震等等 或者地殼變龍 將它埋在地下下面 變成今天的Fossil Field 那些人拋了它出來 燒了它作為能量的來源 所以植物很厲害 很多年前已經把大氣裡面 很多碳 藏在地下 現在我們做的東西 就倒轉 將它挖出來 挖出來 放出來 所以大氣裡面 清不及那些氧化碳 說了那麼多 說了那麼久 都是想大家熟習一下這個圖 這是第一個Carmen cycle 文字上很簡單 我幾大都找食物鏈 作為我的著腳點去說 不要忘記Digamposa 都是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將動植物身體的屍體 或者不要的部分 排泄物 將它 decompose 最後養活了很多 decomposa 它都會進行呼吸狀 它便是released as carbon dioxide Respiration Fossil Field Burning Fossil Field 留意這只是人造 這是大戰有的 這些大戰過程 Human Activity Combustion Fossil Field 唯有光合作用 可以幫它清理大氣裡面的氧化碳 說了很簡單 Ligern cycle 比較複雜 所以考試考得很多 留意不要怕發 逐句逐句聽一聽 Ligern cycle 第一個 碳有什麼重要 碳有什麼重要 基本上我們要講得這麼細節 拿一個N Ligern好玩 就有N 究竟我們身體有什麼化合物質 沒有N 就做不到 所以我們要強調 裡面的Nigern cycle 它的重要性 在FORM3學過 Protein Armino Ex 我強調 這個做一個 幫助你記憶的方法 Protein 就有N N DNA 或者有些同學還未學 都不定 不過不要緊要先記 原來沒有膽 就做不到DNA 第三個 也經常被人忽略了 我們身體裡面的能量形式 一種化合物質 用來把能量傳遞 在細胞裡面 這個ATP Energy 我就用這個去記憶 沒有N 沒有膽物質 沒有DNA 沒有ATP 那就玩完了 沒有生物 所以淡不淡 沒有很重要 無奈 pratic Lintern gas 是空氣的 有名超級冷渡的氣體 它不願意動 不願意發生化合反應 即是落在Nitren gas 這地步 所以雖然最大的浴缸 就是Atmosphere 但是它裡面形式是Nitren gas inert gas 就是非常不活躍 問題是 我們如何把它變成 我們身體的蛋白質 ATP DNA 即是怎樣把它拉下來 修理在植物身體上 我們用回原則 始終由食物系列 動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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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最簡單 最容易 認識的角度 開始 死 排泄 排位 吃不完 全部都不會留在地面很久 因為地面 在泥土裡 有一群生物 它是 複生的 即是會將 原物系列 變成 通通做得到 這個功能 都叫做 它會將複雜的物質 變成簡單物質 是這樣的 原物系列 作用是 發生的是 當變成 原物系列 加進行電容詞 這個就是 複雜的物質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 因為什麼 複雜 毒 很多時 都會不消 植物地吸不到 如果要循環 什麼是循環 在栈卷 來致植物 無論是 荷物的 Okay 最後 多一個圈 如果化物質 或者物質 可以進行植物 其實已經是一個循環 尤其是這麽複雜的Light-Zun-Sci-Co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一點去到這裏 首先由複雜變簡單 這個Decomposition 我們記了階段性的成品 階段性的成品 就是ammonium 我推薦是用Iron去記 Iron因為soluble in water 就可以在生態系統中流動 如果將它變成不是Iron 我們面對一個問題 如何解釋給大家聽 它是Desolve in water 然後在生態系統中流來流去 這是ammonium Decomposer 負責 簡單來說 Decomposition 的意思就是 將complex organic 變成simple inorganic 好 這個我們熟悉的 這個不熟悉 記住我們砌來砌去的箭咀 一定要繞回頭 再進入Food chain 這樣才叫做一個簡單的循環 這個ammonium 植物是吸不到的 一定要將它變身變身 再變身 變成另一個化學 Nitrogen compound 就叫Nitrate 叫消酸鹽 植物的根部才可以靠 Active Transport 將它吸進去 中間經歷一個叫Nitride ammonium Nitride 如果冷一點 這個可以忘記 不過我建議大家不好 簡單一點 整個過程 就叫Nitrification 八同學 去到這個階段 已經有兩個很重要的process 我們記到階段性 或者是開始 和終結的成品 這個Decomposition 開始的時候 就是complex organic compound 最後就是ammonium 大自然很摺棒 這個植物是吸不到的 就是將它再變成Nitride 所以這個過程的消化作用 石碟這個 不是我們三點水那個 Nitrification 將ammonium 變成Nitride 這樣就開心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absorb by plant 然後將這個N 變成它身體的一部分 剛才所說的三種物質 就是aminox 就是protein DNA 以及ATP 將它變成身體一部分 這個就是semination 所以很多時候 它掩著這個過程 問你這個過程是什麼 Nitride的植物 或者它簡單說 這個是organism 基本上都是說 這個producer 這個基本上都是semination 看到一個小循環 OK 再加起來 那些是GGG 我沒有說GGG 不要緊 就是看一看過程序的容易 是什麼 OK 負責那些細菌 它有個別的名字 不過不用記太多了 無論是 將ammonium變成Nitride 或者Nitride變成Nitride 那些細菌 都是叫做Nitride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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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記到這裡 接著我們 加一點 你要記的細節 很多時候 會問 有什麼條件 是Favor Nitrification 或者有什麼條件 倒轉想 是令到它 不可以發生得很暢順 要記住 我不是教 chemistry 但我看到一些符號背後 希望有些方法 幫助大家記 看不看到 由ammonium 變成Nitride 這些化物質 多了些什麼 ammonium 變成Nitride 變成Nitride 一直在變 變成什麼 我會這樣記 裡面是否多了O 多了O 原來整個過程 是要加些O 到化物質 所以 如果泥土裡面 Aerobic 即是大氧 會Favor Nitrification 即是裡面有足夠氧氣 的話 這個消化狀 會做得很好 記住 如果我們要泥土裡面 多Nitride 麻煩泥土裡面 要多空氣 空氣裡面有Oxygen Favor Nitrification 所以這個又解釋 很多傳統的practice 為何農夫會這樣做 種完造後 為何要翻土 是吧 泥土可能實了 種完之後 收成後 為何要塞頭 把機器搞 令它鬆一點 原因是製造空間 泥土裡面 讓多些空氣都走進去 你說多些空氣走進去做什麼 當然第一 有植物在這裏 令那些筋可以做到 Gas Exchange Oxygen Oxygen 另一個隱形過程 我們看不到的 原來就是Favor 裡面的Nitrifying Bacteria 將由施肥下去的有機物 產生的ammonium 進一步把它變成 植物會吸收到Nitride 這個是Favor by Aerobic Conditions 同學 這個同學 這個Decomposition 都是會Favor by Aerobic Conditions 所以氧氣足夠 裡面的有機物 加內肥 很快變成ammonium 如果保持有氧氣 很快變成Nitride 夠Nitride 那些泥土肥肉 植物生也好 即是說 如果生態檔裡面 沒有Decomposer 不會拉得太遠 不會拉得太遠 這個真的會考 你就看圖 我截圖在這裡 植物死了 去到這裡沒得動 動物死了 沒得動 排線物沒得動 排位沒得動 你只看到整個生態檔 有很多屍體 大把糞便 大把死了的部分 但它困在裡面 Oxygenic Bacteria 那些蛋 不能回頭 進入食物鏈 所以最後的考慮是怎樣 在生態系統裡面的 Total Biomask 一定會下降 這就是一個 如果令到Decomposer 不存在 或者令它 inactive 你看到地面 所有生物的總量 會減少 我最簡單的 是BioMask 去形容給別人聽 如果那個地方 Nitril Fine Bacteria 是不active 的話 是一樣的 終止了 任何條件 譬如說 太酸性的地方 不夠氧氣 又或者是太冷 只要這些微生物 做得不好的話 那個地方 其實沒什麼生氣 你看到大部分 是腐爛當中的物質 或者屍體 但因為這個過程 行得慢 大部分的Nitrin 只是遺留在這些階段裡面 那怎樣 那植物就少了 植物少 動物少 製作者少 就是消費者少 所以整個生態系統 都沒有什麼生氣 記住 只是沒有了Decomposer 和Nitril Fine Bacteria 我不敢說裡面沒有動物 沒有植物 不行 這個我們不能這麼無端 只可以說裡面 Total Biomask 會減少 另一個經常會考的 就是我們怎樣在空氣裡 抽回那些氮氣 進入生物系統裡面 經常講的就是一個固氮 Ligene Fixation 什麼菌負責的呢 那種菌很容易記住 叫Ligene Fixing Bacteria 什麼叫Fix 原本這些空氣 在氣體飛來飛去 在空氣裡面 有沒有方法把它Fix 即將它一束束束 放回生物裡面 即將空氣的淡變成生物身體裡的 Nitrin Compact 所以我們有Carbon Fixation 有Nitrin Fixation 原本將空氣變成氣體 一抓住它 變成生物的一部分 哪裏找到Nitrin Fixing Bacteria 第一 它會躲在豆科植裡 我們稱為Lecuminous Plant 不記得的話 好過不寫的 就叫Bean Plant 這是很危險的答案 不要記住 Lecuminous Plant 最好的 它裡面有些筋 有些脹了的地方 裡面會找到一些細菌 叫Digene Fixing Bacteria 叫Root Nodal 即是筋流 是它們有那一套基因 可以將蛋白質 製造一些Enzymes 將Nitrin Gas 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 Ammonium 變成Ammonium 留意這個 我們稱為Symbiotic Relationship 這個是正正來的 Win-Win 护淡細菌 之前我講過 它會造肥 做一些淡肥給豆科植物 因為它躲在豆科植物的根 裡面 就會受到保護 又或者提供糖分給它 因為豆科植物是光合狀 你幫我 我幫你 這個就是Mutualism Mutualism 是共生關係 其中一項 記住 豆科植物本身 不是那麼偉大 天生出來 為了加淡肥 進去泥土裡 在這個階段 它只是為自己 只是為自己 即是說 固淡之後 產生的那些 帶淡的物質 是自己用的 豆科植物 什麼時候 它對環境的貢獻呢 就是它掛了 以及 decompose之後 它將早前 在身體內 累積了那些 有淡的物質 將它透過 decomposition 放出來 原本的地方 可能是很貧脂的 泥土 沒有什麼淡肥 沒有什麼Nitrate 你種完一層豆科植物之後 因為它這樣 它先在自己身體 做了淡化物 淡肥 死了之後 再decompose release出來 種一層豆 兩層豆 三層豆 每次都這樣做 最重要是 死了 和 decompose 其實這是 令到泥土裡 肥力增加的方法 所以同一個地方 農夫沒有錢 賣了那些 chemical fertilizer 種豆科植物 種完之後 最重要是 不要清走那些 枝葉 根 挖回泥土裡 讓它decompose 無形中 就像加肥料 但也要decompose 下來這裡 記住它的 immediately product 就是 nitrogen gas 這裡去到ammonium 這個 它自己本身 在豆裡面 做自己本身的蛋白質 那些 它死了之後 便走回這條路蓋 不是全世界 Nitron fixing bacteria 都是Root Nude of Lecum 不是 有些free living 但是來到裡面 它自己自由自在 它可以做到 做到自己本身用的淡化物 OK 記住這個 所以為什麼在水裡面 明明沒有 在水體 就是acquotic Ecosystem裡面 例如river ocean 那些沒有 無豆科植物 哪些植物 生在水裡面 哪些植物 哪些植物 生在水裡面 但仍然有本身 Nitrine cycle 證明裡面 它根本有些free living Nitrine fixing bacteria OK 走這條路 ammonium 很複雜 很複雜 所以說這麼久 留在這個版面 這麼久 但是有些心思 還有 另一條路 就是 將Nitrine 變成Nitrine gas 這樣便會交火 這個是肥料 Nitrine 植物吸收到 可以做自己本身的蛋白質 DNA ATP 但如果有些菌 會將它變成 沒有用的 Nitrine gas 便浪費了 即將泥土 有用的肥料 變成沒有用的 氣體 走掉 這個不是特意 為破壞大自然 它是這個菌 為了自己生存 它叫 D-Nitrine 從中 拿到Energy 便可以自己生存 整個過程 就叫D-Nitrification 加到D字 D字 D就倒過來做 所以 它換藥 就交火 農夫很擔心 它們會 Decrease soil fertility 即將泥土 肥力 即有多少肥料 有多少Nitrine 降低 那些蛋 不會毀滅 最後變成Nitrine gas 走回到Pool 裡面 大部分這些 都是involved 細菌 或者微生物參與 有些過程 是不牽涉微生物 在淡循環裡面 就是在工廠裡面 製造 一代代的 一代代的 工廠裡面 利用機器 將Igene gas 硬硬 將它和Oxygen 混合 或者其他化合物質 混合 變成ammonium 然後 一些粉狀 撕肥 放到泥土 還有一個自然過程 叫Nitling 但這不是Lighting 我們不是說照明系統 這是氮濡閃電 有N字 N字 Nitling 空氣裡面有N2 空氣裡面有O2 很高電壓 會硬硬把它黏在一起 這樣就產生Nitrogen Oxide OK Nitrogen Oxide 加上雨之後 就下了泥土 在裡面 這個自然過程 是會令到 泥土裡面的Nitrate增加 就是這樣說 如果泥土裡面 沒有了 那些微生物 其實泥土裡面 也有剩下最後一個方法 可以增加Nitrate 就是Nitrate 然後是Ring OK 這樣 很多東西在這裡 我看到大家停電腦 先看一看 逐步去記 第一步 Decomposition 第二步 Nitrification OK 第三步 都是添一些 淡元素 到我們的泥土裡面 增加它的肥肥程度 就是Nitrification OK 另外一個敗家仔 第四這個 就是Denitrification OK 還有 Nitrate 可以讓植物吸收到 這個 我當作是第五 另外還有這些 枝枝節節 你可以自己加進去 總之要分部分去記 以及最重要是記細節 尤其是條件 令過程做得好 這個 好嗎 這裡有些 我拆開來看 例如 Process 1 這個 對回號碼 我當Decomposition 對嗎 那 條件 Aerobic 做得快 Aerobic 也是氧氣多 裡面的細菌 叫Decomposal 也叫Putryphine Bacteria 一個 很簡單 Decomposition 就是 振下 加生物的磁礦成簡單的磁礦 如果說是膽 無論是氧素或是氧素 或是氧素 都會出氧氧 接力的 第二個過程 這個磁礦是吸不到的 剛才說過 就變成氧氧 然後加上氧氧 越加越多O 所以我們這樣記 Aerobic soil 就在這個過程 只記一頭一尾 氧氧變成氧氧 第三個就是 負責人就是氧氧調整物質 Who 接著Where 我們永遠會這樣記 Root node in the cool 不然是free living How 就將氧氧氧化 變成amonium compound 豆科植物 很容易記 很容易營養 生豆就豆科植物 所以不用掘開根來看 如果開花後 有些豆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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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拔出來看 不是太大的豆科植物 你會看到有些根柳 可以逐個填回去 我們有free living 直接自己製造amonium 我們有sen baotic 即是共生的 位置就是root node 記住 那個豆科植物生存的時候 是不會有些淡化物走出來的 記住是它關掉之後 decompose之後 走回decomposition那條線 decompose之後 然後把amonium變成nitrate 就可以益回負面植物 所以絕對影響到 泥土裡的肥膩 肥膩 第四 這個圖腦記一點 淡入了泥土 走到這裏 根樓就合成淡化物 生得高高大大 那些植物 刮掉之後 就把食物放回泥土裡 另外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這些 free living 最好記住這個字 necuminous plant 豆科植物 再不是這兩個字 穩陣一點 necume 好過bean plant 第七個 Acting Fertilizer 另一個人工方法 即是把化物質 放入泥土裡 但是呢 在泥土裡 也有個敗家仔 除了剛才的denitrification之外 將泥土裡的nitrate 減少 就是 加水入泥土 那些泥土裡的水 溶解了那些nitrate 基礎地深吸力 那些水 就向著地下的地下水走 無形中 就是會帶走了泥土裡的nitrate 這個過程叫做 臨溶 叫做nitrine nitrine 那些水 帶了一些Fertilizer 去哪裡呢 那些地下水去哪裡 那地下水去哪裡 那地下水去到的地方 突然交了很多養分 在水上出現 那這個我們叫做 eutrophication 這個叫做 複營氧化 複營氧化 就是無緣無故的水 生青苔 這個叫做 algoblom 這個在E2講得很多 不過我們講 Nitrine cycle順便提到這件事 另外一些過程 是 牽涉microorganism 就是 Nitling Raining 將Nitrine gas 變成 Nitrine oxides 加上雨水就落地下 其實一落雨 走來閃電之後 一落雨 其實是為地下 添了肥料 另外 敗家仔 這個 Denitrification 將 負責人 who Denitrified bacteria condition what 就是 anerobic soil how 將 Nitrine 變成 Nitrine gas 跟著乾 走去 as a gas 另外一個 Nitrine cycle 裡面 就是不牽涉 不牽涉細菌 就是 Nitrine 被植物吸 是嗎 Aquitransfer 留意喔 根本是靠Aquitransfer 吸收 Nitrine 這 很有趣的問題 這裏是農地 農夫 剛才放了 chemical fertilizer 有很多植物 都用不完 農作物 都用不完 然後地下水 倒塌 附上一條河 那就不要交貨了 裡面的Nitrine 就突然走到河 那就糟了 河就會有污染 裡面有Algobloom等等 有一個問題 為何避免好呢 為何避免 加落農地的Nitrine 或者Fertilizer 會突然走到河流 導致河流的污染 很多年是A級考的 類似題目 有些很傻的考生 他說 這裏加一個雜 可以嗎 雜著它 分開那個 River 和Cropfield 不是辦法 地下水 雜了多少 所以那個答案很有趣 這就是 他不想見到的東西 生青苔 或是早花 或是水 喝不到 有甚麼方法呢 不是落雜 原來是加植物 OK 植物真的吸入Nitrine 這裏種一排植物 最好的 心根 在下面 那裏的水 來自農地的水 是否不會直接進入河流 首先被吸入 那裏 又好 我生了果樹 那裏 又是Win-Win 果樹生生果 又避免了Nitrine 所以不要忘記植物的一個角色 它是absorbed Nitrine 無論是金魚缸 又用到這個概念 在農地用到這個概念 所以在河流 不要忽略植物的吸收這個過程 它不需要生物幫 即是不需要植物幫 不需要細菌幫 absorbed Nitrine 那裏就是 就是 Plant 的Root 製造的 有個Application 這個本來是E2會講的 不過跳步講講 趁大家記憶有 有記憶在這裏 Nitrine Sighco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那個水源裏 為什麼有時候 污染很嚴重 沿著河 向下又走 為什麼它正在改善 有什麼數字正在改善 譬如最簡單的 最典型 這裏就是河流 這裏是一個Seawage Outfloor 譬如說 有一個Animal Farm 把動物的排泄物 拋入水裏 有幾個參數 我們要知道 第一個 乾淨的水 在農莊之前 我打算乾淨 我怎麼知道 氧氣含量高 如果有很多便便 或者鮮 倒入水裏 怎樣 原來的曲線是這樣的 氧氣含量 會下降 然後會回復 越近下游 越離開 Seawage Outfloor 越是在改善 但是一解釋 為什麼氧氣會下降 用回 每一步去想 去解釋這些污染現象 為什麼呢 會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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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回復 第一 裡面的有機物分解得差不多 第二 會回復 會回復 溶回回復 溶回回 尤其是被我流得急的河 會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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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方法可以改善河 裡面 因為有機物的腐爛導致缺氧 OK 加一些新鮮水 附近的河流 會回復 打起水 或者泡空氣 都可以解決 好 另外一個 是amonium 為什麼是amonium 這個amonium 少 因為水乾淨 但在濃囊後 突然升上去 大家記得 decomposition 之後 慢慢產生 那個amonium 可能便便 本身裡面 有相當多amonium 所以有即升現象 即刻升上去 這個很有趣 amonium 突然多 因為有decomposition 例如是protein 或者其他生物的瓶 另外 便便裡面 會直接保持amonium 突然升上去 比較特別 就是 隔一段距離 amonium 會跌下去 但相對同一段距離 就升了 那些 nitrate OK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通常一個山 果靈的山 就是代表它有一個轉換 是否由amonium 變成nitrate 在泥森西角的部分 這部是甚麼名字 記得嗎 process nitrification decomposition nitrification 這些故事很有趣 不會跳舞 而且當然會這樣發生 問題是 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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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比較長 來做 就視乎水裡的質素 有什麼地理條件 amonium 是Nitre 接著是生物 Nitre Nitre 是Decomposer 需要的養分 首先解釋 為何水中突然多了細菌 便便和屍體 一放進去積高 它本身是 食物多 所以食物是他們的養分 突然有一個增長 但隨著organic matter 愈强愈少 就慢慢跌下來 輪到怎樣 上面的Nitre 就是組 這個製作者 突然升多了 這個叫做組花 Algobloom 又是Program 又是這樣的 Sequence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這裏有一個農莊 走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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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發現水是綠色的 充滿了Algae 就是因為 Nitre 由amonium 出來了 amonium 就由 Organic compound 出來了 一層一層 不會跳步 OK 為何Algae 在近的Source 特別少了 這不關養分事 很多時是Termidity 因為這裏有很多糞便 很多糞便 那些水 糞便是怎樣害植物呢 就是Night Penetration 就是透光度的問題 那些水是糞便 那光合作用 為何會缺光 有什麼應用呢 大致上 你可以看看 Nitrine Cycle 或是 Path Paper 這幾年 其中一個畫面 是這樣的 Cinamonium 跌下來 為何Nitrid會多呢 而Nitride 為何會多呢 因為Nitride 變成Nitride 變成Nitride 那你怎能令Nitride 對那地方的魚不好 你怎能令它 突然降落 第一 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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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換水 每次有些菌種 有些 those 那些 是Netride 那些是Nitride 變成Nitride 他將Nitride 最重要是不要給串... 兩個對魚都不好,Nitride 那怎樣呢? Nitride 吸得不好的植物 但Nitride 就可以 所以最後加上... Sorry 加上植物內部會比較好 這些水生植物就是吸Nitride 所以在甘如江家 Aquatic Plant 不是裝飾那麼簡單,有實際功能 光合作用,吸氧化,放氧氣 令水有足夠氧氣 不要忘記是吸氧化 裡面累積的氧化 不會影響到魚的生存 當然可以換水 但它就是考慮你怎樣可以 怎樣可以 除了換水之外,沒有其他途徑 這些是挺好玩的 另外這些是典型的題目 為什麼在農地中 需要不斷施肥,但對面山的 Natural ecosystem 不用找人去施肥 最主要就是Cycling 有沒有被人停止 但說明Crop 收成就不會把植物 放回泥土裡 拿到街上賣給人吃 每次收成 就只是把泥土裡 本身有的養份 清掉 如果繼續種植物 泥土瓶植不可以 你會被迫要把 Fertilizer 放回泥土裡 但Natural system 就不會有哈佛這回事 因為Natural system 是會落葉 其他東西落去 但只要沒有人清理的話 它就會 decompose 最終會變回泥土 被植物吸進去 所以不用施肥 就視乎 Natural cycle 有沒有被人停止 很明顯 已經停止了Natural cycle 泥土場 會死亡 以及將自己的 有機物 回到泥土 自動 decompose 但如果在Crop Field 在農地 就沒有這件事 天天收割 就把那些作物都帶走 其實是remove from the field 運走了 所以由這個做法 就停止了Cycling 泥土場 從此以往一做兩做三做四做 就做不到 那怎麼辦呢 加回人工的肥料 但在Natural system 就不會有人清走這些東西 但在天然環境 不是 在人工環境 就看到這麼爛窄 就清走了 其實這些不要忘記 它的名字叫養份 不過還未 decompose 你掃走它 清走它 無形中 就是清走養份 所以為什麼花園 在農地就要加生物 但Natural system 就不用了 最主要是有沒有人 停止Natural cycle 看得明白 既然另一條題目 這條好像2012年的 Natural soil 挺好玩的 Combine 兩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 Succession 第二個就是Natural cycle 裡面的某一部分 看看它給你的資料 200年 沒有那麼久 加上 Without vegetation A starting point 其實它正在問你 這個就是Public 你看看自己 如何描述它的Curve 另外它給你的資料就是 這個植物在階段1、2、3 裡面的相對比例 比例越高 就是華視權越大 其實它正在說 是在換成Dominant Species 我習慣了 將數字不如變成 我們難看到的符號 A說視權4的95% B的那麼多 C的那麼多 B的那麼多 5% C沒有那麼多 但階段二 Dominant Species 退到B 我這樣表達 階段三又如何 階段三A、B、C 將Dominant Species 退到C 這個擺明是甚麼 Succession 加上它給你的資料 200年 沒有植物開始 這個可能 這個是在告訴你 他問的 Primary Succession 這些是證據 以及一直在換的Dominant Species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community over time 這個就是Succession的定義 看看之前那一說 蠻好玩 另外 他問為何這裡的 Nitrine content in soil 不斷增加呢 有一種生物是在幫助我們 就是Nitrine fixing bacteria 有兩款 第一是Free Living 第二是Runodal of Lecun Plant 所以在前面的泥土 不是太肥沃 是泥土較少的階段 Succession 可以分開很多階段 Licun Plant 也有餓過來 即是它們的豆科植物 也有拿出來的時候 樹未出現 或其他未出現的時候 他們的競爭力很強 是吧 因為泥土淡肥不多 它自己會有一群群 幫忙做淡肥 到後期當然 改良了泥土 只是輪到那些Trees 所以Succession 由Pioneer Community 到Climax 即是頂極群 到中間 有一個階段 就是Lecun Plant 是應該競爭力 是more competitive 最厲害的生物 因為它要做淡肥 挺好玩 最後兩張圖 這個生態系統 還在做什麼 周地屍體 不是好事 城地屍體 不會 decompose 即是它裏面 鎖住很多matter 尤其是 Nitrine compound 它流不到泥土 附近的植物 吸收不到 植物吸收不到 因為大部分鈄在尺體上 植物生了差 活動就少了 就少了 就是 因為我能夠把到最後一个結論 如果有種植物 被的取削狀 水平不成為野ником 這個物質就會集中死亡 停止流動、停止流動 不進入食物鏈裏 沒有植物就沒有動物 所以加上整個生態都沒有生氣 很少生物 怎樣形容這東西呢? 它會滑倒地下降 所以如果你是農夫 想辦法都要利用這個資料 令到農地裏的電影poser 活躍多些 這個要做什麼呢? 沒有什麼植物 除了電影poser 之外 如果你令到泥土裏面 這兩種菌 不會弱的話 都是死的 Low Activity of Nitrogen-fired Bacteria 它不會把酵母變成Nitrate 也不會把空氣裏面的氮 放入泥土裏面 Nitrate 結果都是一樣的 你沒有Nitrate 就令到地面的Nitrate 地面的Nitrate 減少了 它很容易回答 即是Dimposer 不會弱 Nitrate 不弱 Nitrate 不弱 最後 就是泥土裏面 少Nitrate 接著 植物生得不好 Consumer 生得不好 最後 Consumer 加植物 就是Total Biomast 承搭地方表面的生物都少 有什麼途徑是這樣呢? 這些幾個 最好玩這個 為什麼泥土裏面少氧氣呢? 通常是長期水染 Water Lock 所以這兩個字 前臂的兩邊 Water Lock 長期水染的地方 反轉體 同一意思 就是Lack of Oxygen 這個 又是 很多東西要問 去到Farm 5 不妨做Revision 如果泥土裏面 不夠氧氣的話 如何害植物呢? 第一個 就是本身那些植物的根 Active Transport 做不到 吸不到養分 所以生得又瘋 又瘋 去到現在 Nitrate Cycle 不妨加多另一個解釋 就是裡面 Lack of Oxygen 這些細菌做得不好 Nitrate 泥土裏面的肥力會減少 進一步令植物 沒有Nitrate 所以我記兩個字 第一個就是Active Transport 做了差 不夠氧氣的話 第二個就是Nitrification 做了差 挺好玩 這個 這個講完 下一講很簡單 我想講一講 就是 去到一個蒸泰量 如何做測試 夠時間就拍給大家看 OK